抱歉 我可能不是大家眼里的那个勇敢的女孩子 这些视频里我都一直表现得很敢 想染什么头发就立马去染 想环游中国就立马裸刺 看似天不怕地雾怕的我 房车环游中国六万公里 可及时连车都不敢开 一想到房车那么大的铁疙瘩 这么陡的山路 我腿都软了 可姆沙也一直亮着眉口 今年搬到丽江山上旅居 因为不会开车 我彻底失去了自由 因为不管去哪里都得让Simon载我 大房车开这个山路也老费劲了 知道我怕开大车 于是Simon特地给我搞了辆小的 看到这小车粉粉嫩嫩的 我就好想试试 你好小林 在哪 而且我想要的安全感它都有 小小的车身居然有五个门 之后再上猫猫 搭个朋友 上下都很方便 价格还很实惠 最低五万骑就能搞定 最高配置可以保403公里 之后我可以想去哪 就去哪 兜风 旅行 把生活的半径扩大 这才是我要的自由 有没有考驾照的姐妹 一起努力呀